字幕 tahu 李宗盛 为什么要厂商资料管理 厂商资料管理为什么要管理呢 因为我们今天进度是什么 我们今天进度是 本来报价 大家都没问题了 接下来我们要 订单 订单的前面 可以插入一个叫做合约订单 这每一次我都给你复习 叫合约订单 订单下来 如果有变更的时候 我们要叫变更 订单的变更建立作业 建立到现在为止 都是你们考试的内容了 订单完成以后 你有订单了 接下来有两种情形 一种情形是我 库存里面有 库存里面有 我直接就给出货了 对不对 那出货就没问题了 就出货 那是后面有一个出货的 出货单 可是如果你的库存没有 而且这个 你要人家跟你买的东西呢 是你要先到外面买进来的 或者买原料 或者买什么 这个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怎么办 我们先向公司做请购 要请购 那请购呢 是有什么对象 厂商的对象 就不是客户了 你这里订单这边过来的是谁啊 是客户 这是客户 给你订单嘛 对不对 所以这是客户建立资料 以前讲的 那现在呢 我们是第一个叫做厂商资料建立 建立的方式 其实是很接近的 所以前面你会的后面 很容易就进入状况 厂商一定要有啊 我跟A厂商建立买东西 我跟B厂商买东西 原来有的就已经建立 如果没有 你必须要建立一个厂商资料 厂商资料有以后呢 我们开始请购 就是请购单了 那请购呢 请购单建立资料 那记不记得 记得一件事啊 报价单到订单的时候 报价单到合约单的时候 这里是不是可以用什么 可以用在单身哦 单身用什么方式 单身用把它 在单身里面叫出来 单别里面直接呼叫出来 记得吗 他可以用前字单位 前字的资料 在单身做 然后订单跟报价单的时候呢 这边跟这边的话呢 这个用复制 记得吗 今天考试也有考嘛 复制 这里也是用复制 记得吧 好 那订单变更资料的建立的话 直接就是新增 变更完就好了 对不对 好 请购的时候就不一样哦 请购的时候 现在你看一下 会有不同的做法 我们先看 我给你把它放过去 整个荧幕把它放过去 来 同学先看我这个部分 第一个厂商建立资料 非常简单 你看课本 5-31页 配销5-31页 最简单的部分 它有一个叫做新厂商申请跟厂商资料变更 对不对 你们看到5-31页 厂商申请跟这个资料变更 好 那我们在哪里呢 你翻开5-32页 这有一个案例 你知道 我照案例做给你看 案例里面呢 它说 如果在采购系统 管理系统 厂商 客户在哪 客户在订单系统 品号在哪 品号在库存系统 那采购 请购 都是 对象都是厂商了 所以呢 厂商建立资料 会在采购系统里面的基本管理 基本资料管理 有两个 新厂商申请 供应商申请 有没有看到 好 如果这个部分呢 我们先采用新厂商 假设没有嘛 新厂商了 新厂商建立资料 这个单据出来以后呢 一样 非常简单 新增 新增完以后 厂商代号 你要给他一个号码 但是给的时候呢 尽量先知道 我们上一次说编码原则 一定是四码 一国外 二国内 而一国内的原物料 二国外原物料 三是外包 四是其他的杂项 假设现在呢 我们是1104 1101好了 照这个课本写的 是什么 1001是什么 记得在这里写的 没有任何资料 表示可以的 然后呢 把你厂商的简称 跟全名写下去 我把它输入一下 大致公司 简称也是大致 然后呢 统一编号 如果按理说 要输入了 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 这个 他会自己会验证的 如果你 现在是正式的 他会自己会验证 他跟别的连线的话 他告诉你是错的 如果是真正输入的 有状况的话 跟你讲说错的 好 这个单头 这个整个单头的部分 整个这个单据的部分呢 我们也建立好 上面部分 接下来看基本资料 基本资料 他有出现说 你看 同一篇要错误 是因为他会查 没关系 你不管他了 好 核准状况 这里第一个 核准状况 或者上代核准 不准交易 这个地方是会由 主管来处理的 那我们先把 这些资料呢 你看一下 如果是黄颜色 一定要 要去投 要去输入 如果不是 你就先让他空白 没关系 后面再补 包括采购人员 像这个收款 跟前面那个客户 资料是一样的 如果你是总公司收费 就是总公司收费 那总公司就要去输入 他是哪一个总公司 好 那第二个交易资料 黄颜色一定要有 编税码 税码呢 假设我们这个税码是05 一样我都用05 三连式的交易 那采购单的方式 是邮寄呢 或怎么样 这个都可以选择 那允不允许分批交货 如果允许的话 这有考题的 如果允许的话呢 那你将来在交货的时候 还没 假设交货的那个日期 还没到 然后呢 你也开始交货 它还是允许的 可是交货的 预计交货是到了 那你的数量还没到 就表示说 是有问题了 对不对 是有问题了 因为它不允许 不允许分批 好 那这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哪一个要注意的 我们来看看 地址资料你可以输入 假设呢 我先输入一个 随便输入一个 新北市金山区 这个什么区 中福路1号 假设 我就 输入以后呢 打勾 它就进去了 好 这是我们整个 先建立的一个部分 然后呢 一样 我们变成打勾 就完成了 好 如果说 我们要输入 完以后 要变更的话呢 不能去随便变更 变更在哪 在这里 厂商资料变更 那厂商资料变更作业 一样的方式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新增 然后呢 厂商代号 就是刚刚那个代号 记得吗 大字 没有 我刚刚确定没有出 没有做确定 好 我先把刚刚那个 厂商基本资料 确认了 那正式厂商的号码 假设我给他一个 我是主管 我给他一个104 确认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没问题了 然后如果改的话 到这边来 变更 变更的时候呢 新增 大致在这里 你就可以做 你想要做的变更的部分 变更完以后 确认就可以了 好 这是第一个 没问题了以后 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看 请购 请购的部分 必须要注意哦 我们看一下课本 这里在5-34页到5-35页 尤其5-34页 我先做一个请购 直接做一个请购 来 请购在哪里 基本资料 异动 在异动里面 不对 不是异动里面 请购单 请购单建立资料 请购会 请购单会 会在采购这里面 好 那请购单里面 如果你要建立的时候呢 新增对不对 好 新增以后 这里面有一个请购单别 必须要给他一个单别 记得哦 我们都用配销 所以配销请购单 然后呢 制造商一定要记得哦 制造商 然后呢 假设我现在跟 同学讲说 我现在请购呢 直接在这里做序号 直接请购 可不可以 跟订单一样嘛 订单也可以不经过报价单 直接做订单嘛 当然请购单也可以 可是如果我已经是有订单呢 我就不能这样 不需要这样做了 不需要重复去输入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好 你看一下 这个时候就不是用这种做法咯 我们就把它去掉 记不记得 记不记得 我们在 曾经讲过说 很多单据 在这里面呢 我们订单系统 有一个叫批次作业 我要采购 对不对 刚讲采购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用 采购单 采购直接用 请购单 请购单直接在这建立 对不对 这是采购嘛 好 那如果我现在由订单来转呢 我可以在订单系统里面 有一个批次作业 批次作业里面呢 你看哦 订单怎样 转采购单复制作业 订单转请购单复制作业 有没有 好 所以刚刚我说这里很重要 这个地方是 报价单要转合约的话 可以在单身里面做 前置 然后合约订单 跟报价单要转订单的时候呢 是用复制的 记得吧 右上边有那个很多 好像抽屉一样复制的 然后呢 假设订单要变财 订单变成请购单的时候 它是由订单加什么批次 用批次作业呢 去转 转请购单 记得这个是不一样的哦 前面的东西都是复制 它这个也要复制 只是名称 它是必要 而且它的位置是在批次 而不是在复制 这样知道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哦 我们从批次作业这里进来 这里有一个订单转请购跟采购都是这样做的哦 所以我们现在是请购单 好 这里就会有一个厂别咯 厂别记得哦 刚刚我刚刚说要特别注意 你当时在请购的时候 好 在请购的时候呢 你是在制造一厂还是 制造二厂 我记得好像在制造一厂 然后呢 我要知道说我的订单是哪一个订单 我就按这个 然后譬如说我上一次写达胜科技 假设啦 达胜科技 我确认 而且你知道 只要用这种批次方式的时候呢 它可以随时同时选哦 它可以同时选两个 或三个哦 它就同时把它进来了 这样知道 好 那单别一定要 请购单别一定要给 是配销请购单 前面我直接输入的时候 也是用 要选择的哦 那请购人员是谁 不能错 你如果选错的话 在前面所谓订单明细表啦 或者客户接单明细表啦 或者凭证这些哦 你只要给一个条件 你就处理了 对不对 可是因为现在你是用批次转的 所以条件必须要完全符合 这里面有黄颜色 都要符合哦 如果你黄颜色这个跟前面不符合的时候 那个单句是出不来的 好 确认 确认以后呢 它就进来了 OK 然后记得 它的单句不是像我们这种做法哦 你看 你看这里 我看在哪里 好 在批次这里 等待中 如果 刚刚这个报表归报表哦 记得哦 我现在是用批次 所以在批次里面去找 它还在等待哦 如果 你要注意到 如果 批次的方式处理结果没有出现 像课本 课本 来我给你们看一下 因为现在这里 5-36页 5-36页 你看到它特别 特别有写哦 好 在这里 已完成 而且这里会写说 你的单号 处理单别跟单号通通出来了 才算真正完成哦 知道吧 因为现在我们的系统上面 好像感觉都很慢 都还在处理中 刚刚我在说 假设 订单是 人家跟你买东西 所以你的对象是客户 订单人家跟你买嘛 好 我们现在呢 如果说 有两种状况 我自己本身 库存已经有了 我直接就可以出货 对不对 你要跟我买电脑 我电脑 我库存有 我电脑就出货给你 然后如果你要跟我买电脑 我不是 自己在制造的 或者我仓库没有 我是进货的 我从别人地方买进来 卖给你的 所以我要请购 我要去买东西 那买东西的时候呢 有的公司直接你就可以请购 这个采购直接买了 那有的公司必须说 你要先请购啊 你要先跟公司做请购的功能 请购完以后 可能还有比价 最后才让你去买 那买的时候就要采购 所以报价订单 变更请购 请购完以后呢 我们下礼拜还有 请购完以后还会有采购啊 对外买啊 采购啊 这样知道吧 所以请购对象是 我是跟上面我公司请购 然后完了以后呢 我要去采购 不管请购采购我有对象 对象就是我的厂商啊 我要买东西的厂商啊 这样你的问题是这个吧 好 那如果说我们到这里就完成了 那完成以后呢 他就请购单就可以在 可以在我们的 因为他都在等待中 好 如果完成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哪里 在请购单里面 来我们看一下 就可以回到我们的 采购管理系统里面的请购单 请购单里面呢 你就可以找到他 你请购的是什么 假设 因为我现在刚刚没有玩 假设这个就是他请购 就会出现这样子 跟你原来的一定会一样 好 这是一个完成的一个手续 整个动作 在5-37月 5-37月呢 我们有一个例题 是下礼拜我们在做 下礼拜在做这个例题 而且这个例题 都是你们原来 做好的请购单嘛 原来你 那个 报价单跟那个 订单嘛 你就做了 达胜科技的订单做过了嘛 然后我们就可以转成 我们的请购单 好不好 好 因为有的同学卖 有的同学快 所以我必须要再把这个部分 先告诉你们 有一个请购单建立作业 而且记得 它有两种 它一种是可以 类似 原来那种 直接用请购单 建立 直接建立 直接建立请购单 这是一种方式 第二个呢 我们用 已经有订单的话 我们用 批次的方式 把它转过来 这两种方式 好 那我们 今天的部分呢 我就把它还回去 我们先 请购单 两种方法 告一个段落 非常不错 编2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